中间有没有曾经觉得 肯定有 有很多次 我就说 每次想都说我想回 我每次想都想回去 回老家 但是 怎么说 那时候已经出道了 出道有很多人去喜欢你 但我觉得 每个人都不是 无缘无故去喜欢你 那我也想说 那因为他们 我也想去努力 去把我自己的事业 去做好 那还有就是我的家人 那我的家人 刚开始的家庭条件 不是很好 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说 让他们更开心一些 幸福一些 那我说家里只有我 必须去努力往前走 对 所以其实 当初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决定自己发展 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 冲突的地方 或者是考量的过程 是怎么样形成这个决定 其实内心挺矛盾的 也很挣扎的 但是我刚开始跟我爸爸也提过说 我有点不想再做这个行业 我实在有点太累了 有可能我的性格不适合在这个行业里做 然后我爸爸说 你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 就受了苦也受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他说 你应该能坚持下去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你该遇见事情也遇见过 他说你现在去放弃了 那以后你什么都没有 他说这个公司能给你很多的东西 能给你把你提高的很高 说以后我都会给你 但我说那我爸我心里不开心 我很压抑 完之后一直在聊 一直在聊 最后才决定 就已经累积了很长时间 完之后才决定做了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 其实不懂在韩国发展的艺人 其实都在高压之下做事 但是我们一直很不明白 虽然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消息 可能很多艺人压力很大 有的生病 有的甚至寻求一些 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 来去跟这个压力抗争 其实我们不懂在那里生活 到底是 在韩国做艺人发展 到底是 我们看不见的 那个压力是怎么样 其实每一个歌手 还有艺人在韩国里 他会每 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压力 就是说 他几乎是每一个星期或每一个月 都会出一两个新人出来 这样竞争力也很强 因为韩国也毕竟很小 你说这几天出了一个新人 这几天出了一个新人 比如说韩国的娱乐是比较成熟的 有体系 也有规模 他每一个经济公司都会有自己对 一个艺人的一个规划 一个计划 所以他们 就是很愿意说 来知空艺人 是 嗯 那我让你去怎么做 那你就按我这条路走 嗯 所以自己的想法 就很难去跟公司去共同 所以就慢慢慢慢地 这不是一件事两件事 是慢慢慢慢累积出来 就是让自己的心里很压抑 嗯 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可是没有办法对不对 因为他不会有解决的空间 对 你如果去跟他谈 如果我跟经理员谈 那我可不可以做什么想法 通常有这样的机会吗 有时候我会跟他说 我会跟他说我的想法 但是呢 经纪人肯定会有第一个 去想到一个组合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利益 不可能说你的想法 那有可能就会去打乱他的计划 打乱组合的一个发展计划 那也是不行 所以沟通是可以 可是不会有结果的 嗯 就是怎么样还是就是 我公司规划这条路 就是这样子走 还是这样走 即便我觉得 可以加点爵士 可是没有 没有爵士 对 可以聊 但不会变改 但不一定 最后的结果 不一定会思想 到国外去发展 可能最舍不得的就是家人 嗯 很担心这样子 嗯 因为爸爸 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 妈妈 会有一点小的毛病 那爷爷奶奶也 一直现在一直在病床上 所以就很担心呢 到底 万一会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在身边 有可能我这一辈 我都会后悔 所以我希望说 能多 呃在他们的身边 能陪陪他们聊聊天 嗯 有机会呢 说在一起 就 不管就是说不说话 在一起做的 看看电视 他们都会很开心 是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韩哥有跟我说过 因为从小妈妈就自己开饺子馆 对 嗯 所以常常就是会跟着妈妈一起包饺子啊 嗯 我 会包 但我也不经常会下厨 但是 正好就是我妈妈 把我妈妈接到北京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条件 我也不会挣很多钱 所以妈妈来北京的时候 就住在一个 很小的一个房间里 一个平房 嗯 小到就是说能放个衣柜 能放一张床 能放个电视柜就没有了 就非常小 厨房还是在外边 公用的厨房 所以来了之后呢 就 还比较 担心 因为她 没有 没有工作去做 田田的脸色又不好 身体也不好 所以她自己就去找工作 去 去了一家电器公司啊 去做站柜台 和销售我这样 我反正我也不是很 也不忍心 所以我 我就把我 第一笔这样的十万块钱人民币 去帮她开了一个小的馆 只有十几平房米 只能放八张座 一座只能坐四个人 最多五个人 要坐每座都坐五个人的走廊 你就走不了了 所以她坐得很开心 慢慢坐慢慢坐 就自己又开了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 就 开了有一个二层 对 我觉得让妈妈她有 每天有一个努力的动力 其实她整个人也会变比较开心 但饺子馆有没有 因为是韩跟妈妈开的 所以每天很满 那会有 那门口有放你的照片吗 就是你拿饺子的 那没有 其实房间里面有很多我的照片 还有我以前08年做火炬手的火炬 还有放在那里 对 所以我相信 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男孩 然后最后还有变成火炬手了 我相信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荣耀 应该是很难形容的 他们是很兴奋也很骄傲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知道 韩跟这一次有发行他个人的专举 其实都很高兴 而且很期待 但是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别的声音 比如说 就觉得 有的人不谅解啊 喜欢看到你们在一起啊 像这样你怎么去面对这些 不一样的 粉丝的声音 意见 其实 能理解 能理解他们 但是他们并不说 完全去了解我 或了解整个组合 就是很正常 所以就不要太放在心上就可以了 有一种天使的感觉 我感觉就是又更成熟了一些 这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造型吗 这个造型呢 就是我真的是以前没有尝试过 那我跟设计师呢也说我 要一个新的 对 对 那这个白的这一版呢 几乎是画了很淡很淡的 就完全是本色的一个 拍出来的一个照片 那这些就是说 整个专辑的概念就是说 重新更新 有涅槃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黑的呢 就是那种很挣扎啊 涅槃的那种感觉 那白的就是重生 像孩子一样单纯 嗯 洁白 干净 对 所以韩哥你觉得你比较接近 人都有很多面 但你觉得哪一面的时候比较多 白色的一面是很多 我也是这么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次 不管是我认为你的行程很辛苦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根本是不可思议 但我总见到你的时候呢 你都会说 很好 很好 可是等一下就 咳咳咳咳 他已经泪坏了你都 然后每次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停顺 咳咳 很可怜 你这太 累 要表达的咧 就小感冒而已 你看你看 咳咳咳 就小感冒而已 等一下我请你吃一个非常厉害的喉糖 好好好 你就带在身上吃 是不是 宣传工作 然后在内地的行程也是满党很累的 感冒就一直 在工作工作就没有说健康 没有完全康复 没有完全康复 虽然自己觉得好多了 但是还是有点咳嗽啊 嗓子会有点痒 对对对 要把自己的健康保养好 这是最重要的 才有力气 这个养精蓄锐 出发才有动力 对不对 不过其实我知道 在韩国也好 在亚洲各地也好 其实都有很多 很疯狂的歌迷 我刚刚有听到一个歌迷的行径 非常夸张 但是我觉得这招很新 算是一个新招 你遇过最夸张的歌迷 对你做什么事 今天跟观众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真是太 不可思议了 有一次 这是我今年运到的 今年 对今年年初 在哪里 在老家 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自己跟我的朋友 去东北 我老家 去滑雪 不是在韩国 不是在 是在东北的时候 去滑雪 去滑雪 我住那个酒店 和滑雪场还比较远 我要开车 开三个多小时 才能到那个滑雪场 对 但我滑雪回来以后呢 我就看到两个歌迷在那里 在那里 就说还是在等我 我说这是我私人行程 完了大家就不要打扰了 对 对 完之后呢 服务员呢 给我的监视器看 他说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我说我不认识了 但是应该是歌迷 他说他进了你的房间了 我说怎么进去的 他说他说 那两个歌迷一难一语 他说是你的朋友 他说在等你回来 他说我们就能不能进去等 所以服务员就给他开了门了 所以因为那一次呢 那一层的整个服务员的 差点被开出 哎呀 嗯 所以他们就直接 坐在你的房间等 那你里面还有很多私人的东西 他拍了一些照片 拍了一些照片就出来了 出来等我回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外表了 所以我查了一些监视器 就看他们已经进了房间 所以那一层的服务员 差点都被开出了 但是你人没有进去 就是你要进房间之前 他们给你看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你们并没有正面冲突到 没有没有 正面看过 但我他已经是在外表了 没有清楚 那有没有东西遗失 那没有 他们只好去说拍一些照片 嗯 想看看平常你都是 嗯 私物啊这样 私物这样 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奇怪的 疯狂歌迷行动 还有一个 跟你交换口香糖的 这不是交换了 不是交换了 直接给我伸进去的那是 你讲清楚 你讲清楚 他嚼口香糖 嚼嚼嚼嚼嚼嚼 他看完你就 他应该你吃了这样子 对啊 他就直接给你吃嘴巴 那你 你不会 因为 他就直接放到你嘴巴里 那当时我就不知道 可以怎么办 太可怕了 我是看着他吐出来的 我还是再放在嘴里 对啊 不好意思 也不对 这在哪里 这就是在韩国遇到的 在乎 那但是是怎么样 刚才的状况是怎么 走在路上还是 那个时候 还是 在 做练习生 做练习生 我正好就走在路上等红灯 等红绿灯 我要去公司去 还没发片 对还没发片的时候 对 反正就会有那样的一个 嗯 就走在路上 迎命而来 自己吃的 他跟着我一起跟着走 马上叫我等 等红绿灯 马上叫我等 精神哥了 啊 他就继续给我放进去